说到了行业很多人想说呢 去当公务员好了是铁饭碗嘛 感觉比较稳定 但是来看看呢 想要当这种公务员的话呢 心脏一定要够大科 他们是监狱跟看守所的管理员 福利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啊 一个月只要上班十天 就能够月领五万块的高薪 不过我们记者呢 实际去访问了真正的监狱工作者 原来这高薪的背后 一天要上班二十五个小时 而且你还得要处理黑道大哥之间的 成胸斗痕 手铐旁铁网下 台湾有这么一群公务员 他们的办公室就在监牢 公职补习班标榜是 休假最多的公务员 每月工作十天月薪有六万 真相是 天天被困在这七公尺的高墙 而且当一般人的公职是八小时 他们一次得工作二十五小时 重点是时薪最低 只有七十元 早上八点下班隔天 早上九点才下班 一倒下去睡着 然后到起床 可能两个半小时而已 以前刚踏入这一行 可能前十年 在家睡觉就会这样 一有声音就醒过来 小本子不离声 记录每位犯人的身心状态 四十八岁的吕宗伦 曾是铁工跟保全 转任监狱守护者已经二十三年 健壮的手臂上带着佛珠 因为值班真的只能自求多福 做大哥的就是要面子 同学跟同学的摩擦无息不有 比如说抽边烟 使用个电池 其中途就打架了 惊险场面日日上演 原来台湾的借户比 跟日本差了一倍 每个深夜 吕宗伦一双眼睛 平均得盯着两百五十个囚犯 看见人性黑暗面 心愿却很纯粹 只希望政府补足人力 让他们发挥改变社会的机会 有成就感 同学假设或欺瞒出间之后 就不要再进来里面相遇 东森财经新闻 刘志刘子腾 台北采访报导